哈喽,大家好,又到了滇珠王小课堂的时间啦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清爽的养生菜,木耳炒山药 脾胃不好的兄弟姐妹们,注意啦 这道菜可是出了名的养胃菜,营养丰富 而且吃起来清淡,不油腻,就算是厨房新手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道菜,拿来孝敬父母哦 首先,把木耳提前用水泡发,大概10分钟左右 在泡发的时候,就可以把山药,窩筍,还有胡萝卜洗干净,切片 然后通通放进锅里面焯水,瀝干 小伙伴们在处理山药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 不然碰到上面的粘液,就很容易手痒啦 我们的美女厨师不小心碰到一点,都痒到不行呢 拼底锅下油以后,加入蒜末爆香它 再加入胡萝卜和莴笋,翻炒一会儿 再一次加入山药和木耳翻炒 这几款素食真的是每样的营养价值都很高呀 养生的小伙伴还可以适量的加一些枸杞进去 接着,我们再倒入蚝油和盐来调味 马上就有香味啦 再快速的炒匀出锅就可以啦 这道菜不仅是养生必备 对于减肥人士来说,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哟 莴笋,山药,木耳,胡萝卜 每样都是爽脆可口 吃了还不会胖,真还谋得坦啊 今天的小课堂就上到这儿 大家还想看什么菜式,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下次见啦,拜拜 by bwd6